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作者 张荣 演播 宇天 由于我们没有保姆 母亲每晚又得回隔离处睡觉 我们几个孩子仍得继续待在各自的托儿所里 其实 母亲不管怎样都无法照顾我们 他正忙于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就像一首宣传歌里唱的 毛泽东加速了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 1955年7月 他号召加快农业合作化 同年11月 又突然宣布把所有的私营工商业国有化 政府和私人老板先共同拥有企业 政府再逐步把企业从私人手里数买过来 业主每年可领取他的企业总值的5% 共拿20年 因为按照官方的说法 中国没有通货膨胀 所以20年国家就付清了数买费 以前的老板仍留下来当经理 并领取高薪 但是在他之上 有一位党的领导掌握实权 我母亲受命领导一个工作组 负责指导东城区内的数百家食品厂 糕点铺和饭馆的国有化 虽然他受审查 每天晚上得回隔离处过夜 但他仍被派任此重要任务 当时 党组织对他是控制使用 一边给他工作做 一边继续审查他 这只有他自己和专案组的人知道 他所领导的工作组 只知道他曾被隔离了六个月 并不知道他的问题还没有结果 隔离审查初期 我母亲写了封信给姥姥 编了个理由要他暂时待在东北 他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出了问题 而担惊受怕 国有化运动开始时 我姥姥仍在锦州 她也卷入了这场运动 原因是夏瑞唐的药店 她和夏瑞唐1951年离开锦州后 药店由她的弟弟玉林代管 夏瑞唐于1952年去世后 药店所有权由姥姥继承 现在国家要出钱买她的药店了 每个私营企业里都成立了一个小组 由工作组成员资方代表职工代表组成 负责估计资产 使国家能合理地付款 当然 大家总是定出一个低得可怜的数目 取悦政府 虽然下家药店估值低得可笑 大约人民币500元 还不足当时的100美金 但却给我姥姥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她的阶级成分因此变成了小业主 算独立劳动者 没戴上资本家这顶剥削阶级的帽子 她虽然对财产被变相剥夺 而满心不愿 但一言不发 在这场国有化的运动里 共产党政权动员了大队人马 敲锣打鼓 上街游行欢呼 还有无数的会议 有些是专为资本家开的 会上我姥姥看见 所有的资本家都说 乐意让政府把企业买去 甚至还表现出一副很感激的样子 许多人说 运动比他们所预料的好得多 听说在苏联 企业都被没收 在中国则是买卖 而且国家连命令也没下 得大家心甘情愿才算数 当然 谁敢不心甘情愿呢 我姥姥也给搞糊涂了 不知该愤恨这场 她自己女儿全心全意投身的革命呢 还是该庆幸 药店生意 是夏瑞唐半辈子的血汗 曾是她和女儿赖以生存的支柱 她当然不愿眼见着她 就这样化为乌有 四年前在朝鲜战争期间 我姥姥有一次类似的经历 当时政府鼓励老百姓捐钱买战斗机 我姥姥有薛之恒和夏瑞唐留给她的珠宝 这是她的全部财产 也是一生的纪念物 她不想献出去 但我母亲也劝说她 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东西 是剥削来的 理应退还给人民 她还引用当时标准的口号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抗美元朝 打败美帝 我姥姥心想 她管不了什么美帝不美帝 但她被我母亲的这些话说动了 妈 您还留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现在没有人带这些玩意儿了 您也不必靠他们过活 我们有了共产党 中国不会再穷了 您还担心什么呀 不管怎么样 您有我 我会好好照顾您的 您不必为生计发愁了 还有啊 我得说服别人捐献 这是我的工作 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带头 我怎么好去动员别人呢 我姥姥终于屈服了 只要为了女儿好 她什么都可以做 她交出了全部的珠宝 只留下一对手镯 一对金耳环 和一个金戒指 这是夏瑞唐给她的结婚礼物 政府给了她一张收据 对她的爱国情操 大加表扬 她对失去珠宝耿耿于怀 只不过把怨气都藏在心里 撇开感情的因素不说 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 我姥姥一生的生活总无保障 共产党真能照顾好每个人吗 永远吗 四年过去了 她又面临同样的问题 国家要她交出她想留下的财产 这家药店是她仅剩的东西了 当然 这次她毫无选择余地 但她也跟政府配合 她不想让女儿失望 也不想让女儿因她而遭到一丝为难 药店国有化拖了很长时间 我姥姥一直待在东北 我母亲也不想在获得自由之前 让姥姥回四川 1956年夏季 我母亲才完全恢复了自由行动 隔离取消了 然而 她的案子仍没有明确的结果 到了年底 成都市党委才做出结论 她和国民党没有政治联系 这种明确的裁决算是救了她 因为她知道 她的案子有可能因为缺乏证据 而一直悬在那里 就像许多人一样 那样她就将永不能翻身 一有运动 就会被拉出来整 18个月的痛苦 总算熬过去了 她非常感激她的专案组组长 因为一般官员做结论时 往往宁左勿右 以保护自己 匡先生得要很大的勇气 才会开脱了她 我母亲算是很幸运的 这次肃反下来 全国16万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此后十多年的生活被毁掉 这些人中 有我母亲在锦州的朋友 他们就因为 曾当过国民党三清团干部 而丢了工作 被下放去劳动改造 这场彻底铲除 国民党势力的运动 使一个人的家庭背景 和亲朋关系 变得至关紧要 中国历史上 有株连九族的传统 有时甚至街坊邻居 都要跟着倒霉 肃反前 共产党里 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甚至有许多政敌的儿女 在党内居高位 事实上 早期共产党领导本身 就没有几个出身好的 但在1955年之后 出身什么样的家庭 变得越来越重要 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受害者的数字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首当其冲的 都是受害者的至亲 尽管有这些人的悲剧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铁腕控制 1956年 是本世纪中国最稳定的时期 外国侵略 内战连绵 恶嫖遍野 土匪风起 通货膨胀 贪污腐败 所有的这些 都成了历史 安定 这一中国人的梦想 真的实现了 这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人 尽管个人受罪 也支持共产党 1956年的夏天 我姥姥回到成都 她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各个托儿所 把我们接回来 我姥姥打心底 就不相信托儿所 说一个阿姨管那么多孩子 怎么照顾得过来 我和姐姐看上去还好 不过一看到她 我们就大哭大闹 吵着要回家 精明的老师说 她孤僻地令人害怕 不让任何成年人接近她 只一位固执地要她的奶妈 我姥姥一看见小黑 就忍不住眼泪直流 这孩子看上去像个呆子 只会一个劲地傻笑 把她放在哪里 或坐或站 她就一动不动 待在那里 保持原姿势 她甚至不知道 去厕所解便 连哭叫都不会 我姥姥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从此 小黑成了她最疼的外孙 一进家门 姥姥就一边流泪 一边骂我父母 是铁石心肠 她不知道 他们是有苦说不出 而她一个人 毕竟无法照顾 我们四个小家伙 我和姐姐 还得回幼儿园去 住全托 只有星期六才接回家来 每逢星期一早上 我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就一人肩上扛一个 送我们去幼儿园 我和姐姐总是双腿乱踢 扯他们的头发 就是不愿去 不久以后 我似乎潜意识地得了怪病 一到幼儿园就发高烧 高得吓坏医生 但一回家 烧就奇迹般地退了 最后 父母无可奈何了 只好让我和姐姐 也待在家里 家 是姥姥创造出的神奇天地 她让我觉得 大自然的花呀 树呀 云彩呀 雨呀 全是活生生的东西 他们也有感情 有眼泪 有心地 我们中国人 向来对小孩的要求 就是听话 听话就会平平安安 否则 各种古怪的事 就会降临 吃橘子的时候 姥姥说 如果你们不听话 把橘子子 吞进了肚子 它就会在你们的肚子里 发芽 长大 长呀 长 有一天 哎呀 就从你头顶上冒了出来 长叶子 结果实 最后啊 比我们家大门还高 你就进不了房子了 头上长颗橘子树的景象 使我十分入迷 有一天 我故意吞下一粒橘子子 只吞了一粒 因为我不想在头上长果园 那会太沉 我是扛不动的 整天 我每隔一会儿就摸摸头顶 看橘子树是不是长出来了 有好几次 我差点忍不住要问姥姥 头上橘子树结的果 能不能吃 但我还是憋住了 不想让姥姥知道 我不听话而伤心 我决定 在姥姥发现头上的橘子树时 撒个小小的谎 说是不小心吞下去的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宁 总觉得橘子树正在蠢蠢欲动地 顶开我的头 不过通常姥姥讲的故事 总是使我快乐地进入梦乡 她能讲很多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故事 我们也有很多有关动物 鸟类和其他神话传说的儿童书 外国书像《安徒生童话》 《伊索预言》 《小红帽》 《灰姑娘》 《白雪公主》 《与七个小矮人》 都是我童年的伴侣 我也爱上了童谣 他们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 姥姥有时一扬顿挫地念古诗 尽管我完全不懂意思 却总像着魔似的入神 有一天 我母亲无意中听见她在教我们念楚词 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太艰深了 想阻止她 但姥姥却坚持说 我们并不一定要理解里面的含义 只需欣赏她的韵绿美就够了 姥姥经常说 她很后悔在二十年前离开异线时 丢掉了她的古情 我的两个弟弟 对睡觉前听故事没有兴趣 但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姐姐 却和我一样着迷 她的记忆力十分惊人 三岁时就能完整地背诵 普希经的常诗《渔夫和鲸鱼》的故事 令所有听过的人都惊叹不已 我们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了温馨 尽管母亲对父亲有意见 但很少跟她吵架 即使吵架也不当着我们的面 父亲非常疼爱我们 虽然在我们三岁后 就很少用搂抱亲吻来表达父爱了 对弟弟们 她让他们骑在她的肩上 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 或摸摸头 但对女儿就没有这些举止 很有点瘦瘦不清的味道 她在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时 总要敲门征得我们的同意 我母亲也不常抱我们 亲吻我们 这是因为她得遵守 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 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在五十年代早期 共产党员除了吃饭睡觉外 每一分钟都属于革命 都得花在工作上 抱孩子与革命无关 得尽快做完了事 否则会挨批 说你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起初 我母亲很练家 所以不断受到批评 说她家庭观念重 后来她才慢慢习惯了 永无休止的工作 当她每天夜里回家时 孩子们早已入睡 她就坐在我们床边 看着我们熟睡的脸 听我们平静均匀地呼吸 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她一有空就搂着我们 轻轻地给我们搔痒 尤其是搂胳膊肘 简直舒服透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掏耳朵 半张小凳坐在她面前 把头枕在她膝盖上 眯着眼 好像飘上了九重天 掏耳朵是一种享受 我记得小时候 常看见那些职业掏耳朵的人 单个小担子 游街串巷 一边是竹椅 另一边挂着一串串 晃来荡去的 五花八门掏耳朵的工具 小钩石啦 带绒毛的小棍啦 等等等等 从1956年开始 干部们星期日可以休息了 我父母爱带我们上公园 去儿童乐园玩 我们在那里荡鞦韆 做旋转木马 还沿着青草覆盖的斜坡 往下飞跑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 曾翻着跟头从坡上滚下来 我料想会落在我父母 张开迎接的胳膊里 结果却撞到几棵芙蓉树干上 但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仍是不多 姥姥总摇头叹息 唉 谁见过这样当爸爸妈妈的 她于是把全部心血 都花在我们身上 但她怎么也照料不过来 我们四个小家伙 我母亲就从宜兵 把俊英娘娘请来帮忙 她和姥姥处得十分融洽 到了1957年初 母亲又请来一位保姆 住在我们家 他们三人也和睦无比 也正在这时 我们搬进了新房子 这是以前一个基督教教室的住宅 我父亲也搬来了 第一次我们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新来的保姆十八岁 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时 身穿印花的大红大绿棉衣裤 这在城里姑娘看来 土气十足 当时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 这是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所带来的潮流 城市妇女服装式样 也学苏联 而我们的新保姆 穿的是传统农民服装开金式 布索的纽扣 而非新式的塑料纽扣 不用皮带系裤子 而用松紧带 许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姑娘 都马上换衣着打扮 以免被人当乡下老 而我们的新保姆则安然自得 显示她极有自信 她的手大粗糙 黑里透红的面颊上 挂着略带羞涩憨厚的笑容 一笑总有两个酒窝 家里人很快就都喜欢上她了 她和我们一道吃饭 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 姥姥很高兴有了两个知心女友 因为我母亲从没时间在家里陪她说话 新保姆来自地主家庭 她拼死拼活要离开农村 离开那个受歧视的天地 1955年肃反结束后 政治气氛相对松弛了 又可以雇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 我家才敢雇她 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户口制度 每个人都得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注册 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给 新保姆是农村户口 所以她在我家没有粮食供应 但是我家里的配给足够供她吃 一年后 我母亲帮她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成都市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 政府的供给制已于1956年下半年取消 我父亲的警卫员也取消了 几个副部长合用一个勤务员 在办公室为她做打开水 安排汽车之类的杂物 我父亲现在按他们的级别拿固定工资 我母亲17级 我父亲10级 她的工资比她多一倍 当时物价很低 又不是消费社会 因而两个人工资加起来 绰绰有余 我父亲算高干 这是由13级以上干部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 在四川省有几百名 十级以上的干部约有几十名 而四川省当时有7200万人口 1956年春 毛泽东宣布了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说是要给艺术 文学 科研更多的自由 共产党想争取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 因为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 建设急需人才 历来中国的教育水准都非常低 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 当时全国人口已有六亿多了 绝大多数人都很贫穷 传统的专制统治实行渔民政策 使人民安分守己 中文字又特别难学 有好几万个单字 不能一望而知如何发音 而且每个字都有复杂的笔画 得一个个分别计 全国有好几亿人 一字不识 任何受过教育的人 应之都被称为知识分子 在共产党领导下 阶级成分论成了统治基础 知识分子算一个阶层 相当含糊 即包括工程师 技术员 作家 教师 医生 科学家 也包括护士 学生 演员 在双百方针下 整个国家享受了一年左右 相当宽松的气氛 1957年春 共产党邀请知识分子 批评各级领导 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 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讲话后 非常激动 整夜没有睡意 他觉得中国共产党 真的越变越民主了 他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自豪 其实 传达到我母亲的 只是毛泽东欢迎批评的话 并没有传达另一席话 那次毛泽东说 鼓励批评 好似引蛇出洞 诱出那些胆敢反对他 和共产党统治的人 一年前 苏联领袖赫鲁晓夫 在秘密报告中 谴责了斯大林 深深震撼了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与斯大林 是惺惺相惜的 1956年 匈牙利发生 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 不久被镇压住了 也使毛泽东 大受刺激 他知道中国有一大批 受过教育的人 都希望开放 自由 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 类似的匈牙利事件 后来 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 鼓励人批评 等于是个陷阱 他的同事提议要收了时 他说还要继续放 以确保所有潜在的异端分子 都通通现行 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 他坚信 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 让他们填饱了肚子 使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 他不相信这些人会起来造反 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 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 匈牙利事件 就是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 由于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一无所知 都忙于欢迎批评和提出批评 按照毛泽东说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母亲热心地到他主管的学校 医院娱乐部门 一再宣传要人们在会议上 大明大放写大字报 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出现了 一些知名人士 带头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 我母亲是东城区文教机构的领导 当然首当其冲 最主要的是说他偏爱重点学校 当时中国有若干小学、中学、大学 是指定的重点学校 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这些学校 优先分配给他们优秀的教师 先进的教学设备 让他们选择最聪明的学生 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 升学率极高 特别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很高 于是一些普通学校都抱怨我母亲偏心 教师也分等级 好的教师级别高 薪水也高 在食物短缺时 有特殊配置 还有较好的住房和招待戏票等 我母亲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别教师 家庭背景好像都有点问题 所以有些低级别的教师 抱怨她用人重裁清阶级成分 我母亲当时检讨了偏爱重点学校 对一般学校关心不够 但她坚持说她提拔重用人才没有错 我母亲对一个批评十分反感 有位小学校长是1945年入党的 比我母亲早 不服气受她指挥 她说我母亲根本没有能力当宣传部长 只是靠丈夫的官大 还有不少别的意见 校长要求有聘任教师的权利 而不是由教育局硬性分配 医院院长要求自己采购药物 因为医药公司分配来的药物常不对路 需要的不给 不需要的一大堆 外科医生抱怨粮食定量低 说他们的工作量不亚于金具的五升 但定量比他们少四分之一 一位机关干部还感叹 许多传统名牌货 如王马子剪刀 胡开文笔纸 都从成都市场上消失了 现在成批生产的商品都粗制滥造 我母亲个人对这些意见也十分赞同 但她没法替他们解决 因为这些事涉及国家政策 她所能做的仅是汇报上去 我母亲听到的意见 大多是个人牢骚或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 并未涉及政权问题 这些议论在1957年初下兴盛了一个月 6月初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那些话 口头传达到了我母亲这一集 在这些话里毛泽东说 右派已对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攻击 还说右派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到10 要聚而兼之 管反右派运动的人 于是取了毛泽东所说的两个极端数字的中值 5% 定为必须抓出来的右派人士额数 为了完成指标 我母亲得在她管辖的学校 医院 娱乐团体里 找出一百多名右派来 虽然我母亲对有些直接攻击她个人的意见 十分不满 但凭心而论 她看不出有什么够得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 报纸上倒是登了些反对共产党 一党专政 或不满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但在她管辖的小单位里 哪有这样大的意见呢 她上哪里去找右派分子呢 另外 她打从心底觉得 此事不公道 先是宣布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文者足解 现在 却把提了意见的人 打成右派 整个中国 有好几百万的共产党干部 和我母亲一样 陷于两难处境 成都市反右运动 迟迟开展不起来 四川省上级 决定拿一个人来开刀 一家研究院的党委书记 郝先生 这个机构汇集了许多高级科学家 所以上级曾要求他抓一大批出来 可他却说那里一个右派也没有 他的上司发火了 说 怎么可能呢 这些科学家中 有好多人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 他们必定受过西方思想的毒害 怎么会满意共产党呢 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郝先生说 这些人回国是出于自愿 这正说明他们不反共产党 他可以担保 他的上级屡次要他改变立场 但他坚持不改 结果被划成右派 开除出党 彻职降级 被分配去打扫他那个研究院的实验室 我母亲认识郝先生 他很佩服他的勇气 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友谊一直持续至今 他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 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 但是从他的身上 母亲也可遇见自己的下场 如果他没有完成 上头所交代下来的任务的话 我母亲每天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后 得向市委汇报运动的进展 不需要报名字 数目就是一切 但是 他到哪里去凑这一百多名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 最后 一位负责学校教育的孔先生报告说 有几所小学学校的校长 以化了几个教师为右派 其中一个小学教师的丈夫 是国民党军官 在内战中丧生 他曾说过 金不如稀之类的话 有一天 校长说他懒惰 不认真教书 他动了怒 与校长大吵 还动手打了校长 别的教师劝阻他 说校长怀孕了 据当时那些教师所形容 他狠狠地说 我正想打掉这个共产党的狗崽子呢 另外 有一位女教师的丈夫 逃到台湾去了 一些年轻的女教师揭发他 说他把丈夫以前送他的金银首饰拿出来 向他们炫耀 宣扬国民党时代的生活多么惬意 还对他们说 他很遗憾 美国人没能打赢朝鲜战争 进攻中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母亲不可能去调查核实 谨慎会被视为袒护右派分子 怀疑同事的城市 所以我刚才看着我 我可以接下来 我会继续电筑